歡迎來到Phonyphonyx自然音標 Phonyphonyx自然音標的課程 今天老師要為你介紹的是母音A 以及子音NCH所組成的rhyme 母音A以及子音NCH 在字為所組成的rhyme的組合 我們由這個ANCH這個組合 可以看得出來它是一個蠻長的組合 也就是在母音A的後方有三個子音 分別為N、C以及H這三個字 那我們要先注意這個小小的地方 要小心一點 也就是說一般來說我們的N加7 的組合時 在diagraph的時候 也就是二和音的時候 由2兩個子音 由2和2為1的時候 NG會形成一個N這個音 N這個音 而NC有的時候 跟NK是非常像的 我們有的時候NC跟NK 他們也會組成一個N 後面再加一個K 也就是NC、NK也可以發出NK這個音 NK這個音 NK 那我們今天這個單字就比較特別了 因為它不但有N跟C 而且還有H 我們這個CH 它的二和音呢 它的diagraph CH會發出CH這個音 CH這個音 那CH它事實上也是一個二和音 它是T跟SH中間的那個音 T跟SH中間的那個音 所以我們唸CH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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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雖然這是一個兩個符號的音標 我們在音標的符號上看到 確實是有兩個符號 其實這是一個二和音 它是一個二和音 所以我們實際上念法還是念CH為主 那 我們看到這個RANCH 那還記得我們一般的規則 我們發音的規則 通常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 在這個發音的規則的地方 也就是說 一般我們要看這個 一個字要如何發音時 例如我們來 B-L-A-N-C-H 這個單字好了 我們由左 向右 由左向右 我們來在下方寫上 數字 123456 好 也就是六個字母的單字 它有六個字母 123456 那由左向右之後 我們看第一個是指音 第二個是指音 第三個是母音 第四個又是指音 第五個也是指音 第六個也是指音 找到第一個母音的位置時 我們把它框起來 畢竟把前面兩個我們就不要看了 好 意思是說 由第一個母音的位置 由左向右來算 它會形成一個母 子 子 子 音 換句話來說 以自然發音的規則 無論它是母子音 母子子 我們的發音都是一樣的 不管它是VC或者是VCC 我們的發音規則都是一樣 它會變成一個短母音 它會變成一個短母音 好 那既然它發生一個短母音時 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這個短母音A 它會發出A這個音 短母音A 它會發出A這個音 也就是它是在青森母音A 以及長母音A 中間的那個音 青森母音A 以及長母音A 以及它中間的那個音 好 剛剛不好意思 也就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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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念法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它實際上它是個VCC的組合 也是母音加子音加子音 V加C再加C 當然一般來說我們不看第三組 好 我們不看第三組 也就是 這組這個母音這個Val的後面它加了三個C 好 三個C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念的 我們知道 子音的組合 一般就是1C2C我們都有辦法發音 但是3C真的是沒有辦法發音 好 因為子音必須要跟母音配合 一個夾一個一個夾一個 這樣我們有辦法發音發出來 兩個C就是兩個子音的組合 是基本上已經是它的極限了 所以當它出現三個C的時候 如我們的NCH 那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那一定要有把它縮減為兩個C的念法 所以我們在後面這個CH 我們發出一個CH 前面發一個N 那這時候它就形成NCH 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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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這個樣子有辦法念出來了 好 我老實講一個例子好了 例如說如果你 你來個NTB這種吧 你覺得這樣子單字有辦法念嗎 如果我隨便找三個子音NTB 難道你要念NTB NTB 這樣子念嗎 好 所以說你會了解到 老師意思為什麼三個沒辦法念起來 因為三個都是同樣性質的單字 同樣發音的子音 會讓人沒有辦法把它連起來 好像押韻的這種方式把它念出來 像NCH 你就其實還是有辦法 NCH 對不對 你就直接N再CH 所以這樣子還是有辦法念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的這個NCH的組合式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一般如果後面有三個是意思 你可以注意一下 是不是 其中有一組 也許是在前面或後面 把它結合兩個音 像這個地方 我們用個Diagraph 用個二合音 把它集合起來 好 那我們先回到今天的地方 今天要教的 我們的ANCH ANCH這一組組合 我們在他前面 可以加一個C 同樣也是一個C 兩個C 或者三個C 哪一個可能性比較大呢 今天在EC的地方 我們有R 加ANCH R念R R R ANCH 我們念ANCH 對 合起來 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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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BL我們唸 BL 再來啊 ANCH 所以 所以我們唸 BL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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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我們第三個 BR 我們唸BR BR 我們唸BR 再加ANCH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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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ST 我們唸ST 好 再加我們的ANCH 我們唸什麼呢 ST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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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來 一個C 兩個C 好 今天我們沒有三個C的範例 所以 我們再來一遍 從第一個字 到最後一個字 再來一遍 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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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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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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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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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